老师成婚 朕该送什么 你是他师父 一定知道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 喜欢书 阿娘说 崔氏的藏书 宫里都比不上 你娘说得没错 那朕送书反而不讨好 他还喜欢什么 皇叔公过去送过他什么 我送过 叛军 姑娘看了整晚 很重要吗 很重要 这是我师父每次打了胜仗 收缴的叛军用意 做什么 我家乡就在西面 被南城王军救下的 姑娘多讲讲小南城王吧 是啊是啊 好啊 你家乡在哪儿 清城 清城 那可是王军用时最长的一次攻守战 那时我还小 娘说要是没有南城王军 我们就被屠城了 我那时候也小 也是听师兄讲的 清城被困后 我师父率一万起兵 日夜不停增援 而敌军却有十三万 这一手就是大半个月 二十日后 援军之城下 家臣早不报任何期望 却忽见城墙上 被投挂了数十条鸭青色的长布 破败不堪 裂风中飞扬着 鸭青色是小南城王的王袭 这数条城墙上辗转飞扬的布匹 照告着城池未破 二十万援军 倾客欢呼震天 生死绿劫 齐呼殿下 这就是清城大劫 接着说 还想知道什么 老师从王府出师 哭了吗 没哭吗 哭了 只是他喜欢一个人偷偷地哭 我没有亲眼看到 参见陛下 参见殿下 这位便是朕的皇叔公 小南陈王 参见殿下 朕要和老师说话 你们都退下 是 教他背书 背了没两页 便要来看弟弟 都让你教了 我这个老师没用了 老师有用 老师昨日还教我 名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清 教得不错 我 慧儿登记那年才六岁 刀走也就十九岁 十九岁啊 四海内都称他一生幼主 我却没能保护好他 师父已经尽力了 你看 睡着了 快不快 小孩子说睡就睡 子 将军 我疑及了 还要解释 我厉害 这种不错 我的目的 也结束 我能招自己 你现在 我心意 你这大事 你不错 我看过 朕 我看过 你马上 我看过 我看过 他顺健 你还不错 师父为何没走 怕你风轮入宫 发生什么意外 想哭不丢人 没哭 还是西州好吧 有我们在 谁敢欺负你 当然西州更好 师父 凤翘跟军师已经在路上 不出十日援兵即到 好 我知道了 师姐 我二娘已经点头 让她和公主合理 公主不是有孩子了吗 没有 假的 他们两个并无情分 早有意分开 不过被崔氏和妻氏绑着 不能解脱 等万事大定 我把太元君刺史叫回来 你亲自问他 师父笑什么 看到你们笑 像是回到了过去 你们何时走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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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 不及这一两个月了 那至少还有一两个月 这孩子好可怜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父母是谁 将来谁照顾他 交给我吧 你 本王的王府里 不是有十个孤儿吗 他们现在也都长大了 过得很久